屈膝 跪膝 屈膝和跪膝的区别在于 跪膝是造成膝盖的损伤 屈膝让膝盖得到一种滋润 养护 大家好 我是太极飞飞 很多人在练习占装 或者是在打太拳套路当中呢 屈膝做成了一个跪膝 屈膝 膝盖是往前走 胯是往后走 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阴阳的平衡 膝盖呢不会受力 反而有上蹄之意 让膝盖呢得到一种滋润 一种保护 跪膝呢 膝盖呢是往下走的 这时候我们的重量都落到了膝盖上 日久天长 膝盖呢会造成损伤 我在正面再说一下 屈膝呢是跨根往里收 是往后走 然后我们坐下来 这时候你摸一下你的跨根处 这是一个柔软的 就好像四座高凳一样 是非常舒适的 膝盖呢力是往前走的 有往上提之意 那么跪气呢 松沉 你看直接是往下走 这时候你摸一下你的跨根处 它是硬的 没有弹性的 这时候我们的重心呢 压在了膝盖上 压在了前脚掌上 而屈膝呢 这时候我们的力点 是在后脚跟上 它俩的区别就是力点不同 屈膝 力点在后脚跟 那么我们无论是站桩 还是练习桩供 要遵循的道法自然 也就是说我们的脚 长在后脚跟上 所以重心呢 应该在后脚跟上 如果你的重心 到了前脚掌上 这时候你的膝盖 承重是非常大的 我们太极呢 是讲究阴阳的 我跨根往里收 往后坐 这时候呢 前面膝盖呢 是往前走的 有往上提之意 这时候你看 这又成了一个阴阳的平衡 做到了力身 中正 如果你直接是松沉 走的是膝盖 膝盖是往下走的 也这样呢 也不是力身中正 失去了一个阴阳的平衡 好了 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你评许留言 关注我 带你学习 探极权装功 功发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